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阿根廷足球冠軍梅西他到了中國 但因為護照跟簽證的問題被扣了四到六個小時左右 那這條新聞剛出來的時候 小粉還大喊就是造謠 我國怎麼可能會給梅西這種待遇呢? 直到昨天晚上才被證實確實他被扣留了這麼久 原因是梅西擁有雙重國籍 這次來中國卻帶了西班牙護照 而西班牙跟中國是沒有免簽的關係 自然也沒有落地簽啊 但梅西詢問工作人員 我拿這個西班牙護照去台灣的時候是免簽啊 機場的工作人員就回答 西班牙的護照在中國就是不行 梅西又反問到 難道台灣不是中國的嗎?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道理 一個省還不是特別的行政區等級哦 他可以讓外國免簽入境 而這個省的人民也可以比母國大陸的各省人民免簽還多 其他省還沒有什麼四川省護照啊 湖北省護照啊 上海市護照啊 所以按理來說啊 依法依規 梅西要被遣返回國 然後跟當地的中國大使館申請簽證 才能再來 或者是他回去拿他的阿根廷護照 重新再搭飛機來一次落地簽 但是啊中國用了一條法律 領導的看法 迅速的幫梅西的西班牙護照啊 用了非常手段 所以他可以入境中國 這些都是小事啊 之前那個古艾琳啊 你們中共可是直接送他一本紅色護照 讓他代表中國參賽 那古艾琳現在也19歲啦 過了這個美國法定的18歲 可以自由選擇國籍了 但是我們看一下他現在拿的是哪個國籍呢 根據中國法律 不承認平民有雙重國籍 為什麼我特別強調平民 因為趙家人是可以有三重或是四重國籍的 但是平民一旦發現你有雙重國籍 你就要被注銷中國國籍啦 但我們可以發現 古艾琳現在他選擇了水生火樂 天天都有碰碰碰 流浪和爛大街的美國國籍 對嗎 我就想問一下 一般中國沒有背景的百姓 中國政府跟海關是可以通融的嗎 像梅西這樣子 可以嗎 梅西還不是中國人喔 法律法規面前人人平等 對啊 欸你還別說啊 前幾天中國的中石油集團旗下的指董 中共黨委書記總經理胡紀友 他不是被拍到帶著身材較好的小山逛街嗎 被一個街拍攝影師拍到 雖然這個時候有點反轉啦 這名小山的背景也是很硬的紅山 曾經到歐美留學 爸爸在他們國內也是很硬啊 比胡紀友的背景很硬 被網友笑 這個是小山包養老男人 結果這件事情啊 中共雖然有做這個處理給大家看 但是連帶處理的是什麼呢 禁止任何人在胡紀友外遇被拍到的廣場拍照片或是露營全部禁止 這就好玩了齁 除此之外帶大家來看一下你們中共自己的環球時報在說些什麼鬼話 直接畫重點看這句就好啦 但考慮到美日韓 與我台灣的所謂芯片四方聯盟 你知道你自己在講什麼嗎 原來美日韓可以跟自己國家的一個神 制裁中央政府 形成四方聯盟 你們自己在對於台灣這一塊也是非常的混亂對不對 昨天我不是也跟大家分享蔡樹精的事情嗎 他被中國說他是台灣間諜 這個時候他就是台灣間諜了 但台灣藝人到中國表演就變成中國台灣藝人了 奇怪你怎麼不安上我國台灣間諜被我國抓獲 或是中國台灣間諜被我國中國國安黨委抓獲 你們到底在玩什麼文字藝術師啊 而昨天有個中國武漢長期居住在香港的小粉紅 跑來我們台灣玩了 不知道他是嫁到香港有香港的身份還有香港護照 還是父母到香港 然後洗身份他也有香港的身份 不知道是什麼 總之他昨天搭飛機來台灣玩四天 結果呢他在飛機上拍了一條影片 撕毀入國登記書 並且表示不用填寫也可以入境台灣 他想表達的意思就是 我們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你這邊不要再跟我玩什麼政治正確 我們台灣就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的國家就叫做Republic of China 不要再電玩科技AK了 你明明知道我在講什麼 啊這樣就好了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好了嘛 反正這個武漢小粉紅他的意思就是呢 因為台灣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我是跨省旅遊 不是跨國旅遊 所以我不寫 撕掉 但是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國的法規 從104年7月1號開始推行外籍旅客上網填寫入國登記表 或是在飛機上入海關都可以寫 縮短入境通關時間 填寫對象有四個 第一個是國外旅客為持有台灣地區居留 境外交通關政及居留證人 二大陸地區人民持觀光多次進入環境許可證人 三港澳居民持單次或多次入境許可證人 也就是說你有這個落地籤跟中華民國居留的人不需要填 四無戶籍國民 未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人 所以這四個人都要填寫 除非這個武漢小粉紅 他有拿到我們台灣的居留證 所以很明顯這個小粉紅他是故意拍攝 他撕掉入國登記的畫面 然後呢 影片呈現給大家看就是說 欸我們不用寫這個我們也可以入境到 但是依法依規你沒有寫 你就是要被卡在海關 所以他只是沒有把他下飛機所填寫的畫面 或是他在飛機上又跟這個空姐跟空少說 你再給我一張我剛才那張寫錯 我把它撕掉再給我一份 這段他沒有拍 對吧 所以我覺得蠻可悲的 但是下面的留言區卻翻車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留言區 你不填可以過安檢嗎 他說可以 你看他這邊就是在玩文字遊戲嘛 安檢之後然後才要遞這個嘛 對吧 不填你根本沒法入境 先撕一張 再找城服員要一張填寫 還不明白是咋回事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作者他就不回覆他了 對吧 那你怎麼入關的呢 空姐你好 我要兩張 趕緊錄一個撕掉的 就有流量 新台幣上面寫的也是國 如果撕錢會被抓起來 不管你是哪裡人 要去哪裡 就要遵守別人的法律 不然不要去 你下飛機後 在邊檢處 重新填寫卡片 我知道你這裡有多餘的紙 不是這一個為了流量 在飛機上 要是不填寫這個東西是沒辦法過境的 請遵守當地的法律和民俗 不填就無法入境 這種視頻多少錢一條 有本事來澳洲試試 你是懂流量的 希望你看到新台幣 也能一視同仁 你可以當著海關的面前撕 你是懂抖音流量推送的 其實還可以問空姐 多要幾張來撕 最後不還是舔了嗎 我也是服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真的是非常的暖心 抖音的流言 自從去年開始 有出現一個 越來越大的拉鋸戰出來 那除了這個小粉紅 在意淫台灣之外 最近在網路上 也出現了一些小粉紅 他說 根據相關人士的消息 自2024年 台灣海峽將改為中國海峽 按照新規定 未來所有的外籍船隻和軍艦 在繳納通行費之後 在確認無害的情況下 也才能被通過 也就等於說 2024年應該要統一台灣完成 所以台灣海峽會變成中國海峽 等於變成中國的內海 以後任何國家的船 不管你的船規模類型是什麼 你都要申請 並且給過路費 你才可以進來 但是齁 你要確定 現在是2023年的6月份 你剩半年 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不要直播跳海游來台灣 直接在上面弄那個 四個大大的浮標 中國海峽 好不好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不錯嘛 那日本的進出口 有80%到90% 是仰賴台灣海峽的 你要確定齁 之前我搭飛機到金門 沿路上就一大堆大大小小的船 那漁船啊 商船啊 貨輪啊 還有一些 我看不懂的船 你要確定這些國家 會讓你這麼做 還是說改名是你們單方面改名的 我估計你們應該也會這麼做 2024年以後 在中國出版的地圖 上面就會寫 中國海峽 我覺得大概率就是這樣 因為你沒有辦法實際去完成 你只能在地圖上這樣一贏 這非常有可能 而聖上最近不僅大方承認 要搞中國內經濟循環之外 還跟古巴合作 要設立監聽設備 監聽美國所有的軍事設施 還有情報 那古巴他的地理位置就在美國附近 那中國和古巴原則上達成了協議 中國將支付10億美元 在古巴的島上設立電子竊聽餐 那這個監聽站 可以竊聽美國東南部十幾個軍事基地 或是監控他的商業交通資訊 那這不免讓人家想起 冷戰時期的古巴危機 歷史軌跡啊 相似啊 都在重演啊 當然小粉紅會說 美國在菲律賓啊 在日本啊 在韓國在台灣都有基地駐軍 或是一些收集情報的單位 這也是嚴重威脅到中國的安全 沒關係 我們就講實際面了 沒有人說你中國 不能在古巴這麼做 但是你必須做好承擔之後的代價 李毅都說了嘛 讓1.4億的小粉紅 去犧牲 去S 去打台灣 是什麼概念啊 就是北上廣深加重慶加西安的人口 全沒了 換來台灣是你的 那如果再把美國算上去呢 你S台灣就要1.4億 那美國呢 好啦 我們算再加6億好不好 多加6億是什麼概念 大概就是多犧牲掉 廣東 山東 河南 江蘇 四川 河北 浙江 安徽的總人口 如果你們粉紅覺得很熱血 哇 拋頭顱灑熱血 哇 看了都快濕了 OK 我覺得當然沒問題啦 你們什麼時候要上街 就是遊行抗議監督共產黨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 掰